荷兰哪处养殖业面临着几项根本的选择 这一部分是由市场形势引发的 新兴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对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 而同时也在不断增加生产 另一个诱因则是本国内的社会讨论 爱惜环境保护动物 曾经只是少数激进分子的爱好 而目前这却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大众所支持的共识 可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我们的哪处养殖业要怎样做到所谓的社会责任经营 我们要怎样节约原材料 怎样保护环境 怎样最佳照料我们的动物 同时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企业持续盈利 怎样才能保持我们的市场地位 或者更应该说是怎样加强和扩展我们的市场地位 我们是遵照前十年的老路子继续扩大规模 还是要致力于新科技 创新改革 或是两者相结合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 变革是必须的 而这项变革是不能靠某个行业去单独实现的 哪处养殖厂不能 哪制品厂家不能 原材料供应商不能 科研教育系统也不能 我们必须携手合作 荷兰的奶制品行业本来就是靠广泛协作而壮大起来的 这也是这个行业能持续壮大的唯一途径 现在可能有些人会想合作 现在很容易 互联网 视频 会议 无论你在哪里 和整个世界都能立刻联系上 对 但是大家都在附近很显然还是优势 就拿硅谷来说吧 所有那些大型计算机企业曾经共同壮大了计算机工业 他们不是毫无原因就聚集在那里的 显然能快速聚集到一起是非常高效 非常有激励作用的 到邻居那里共同开发产品 做新产品测试 咨询建议 找新的工作等等 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很好地应用在奶制品和奶畜养殖业 例如如果提到佛里西兰省 大多数人立刻会想到奶牛 想到甜美的牧场 想到牛奶 这不只是在荷兰国内在国外也是如此 所以说如果要兴建奶制品行业的硅谷 佛里西兰是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这里毗邻刘瓦顿 最近将兴建戴瑞园 戴瑞园是一个荷兰开发园区 面向国际市场 完全针对奶制品和奶畜养殖领域的企业 教育机构和科研组织 由于集中入住一个园区 这些组织机构可以最大程度地互相获利 使用对方的知识经验和机遇 例如如果某个企业要革新 或者要做某项调查 就可以使用园区内的某个科研组织或教育机构 大学生可以在这里容易地找到实习地点 这样既积攒经验 又能同时将新知识带到企业中来 科研成果可以在这里快速进行实践测试 然后又可以快速地融合到教育系统中去 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最终将有两万多荷兰奶畜养殖场从中受益 因为他们可以快速获得先进知识和创新理念 所以总是走在发展潮流的前列 这在目前的全球化世界里是有意无害的 这个园区的对象是谁 面向哪些企业或机构 面向所有与哪处养殖业相关的人和事物 面向哪家公共业 面向触棚建筑者 面向集奶机器人生产厂家 面向饲料厂 面向制药厂 面向气候调控领域 自动化领域和粪便处理领域的企业 面向物流行业可以说基本是整个行业链都可以参与 最重要的是三个词 科研 经营与教育 三者互相加强 互相接轨 共同合作 代入园将以这种方式发展 成为革新与提高的飞轮 为整个荷兰哪处养殖业创造更好的出发点和更多的机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